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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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膜这个工艺领域 那么前三位全球占了84 这个N级依然是龙头 可想而知的 这个它的市场地位 所以它的毛率啊 收益率啊 是远远的这个碾压 因为技术在那里 这个公司啊 从这个做香烟薄膜 到做彩印 再到做这个铝电池的格募 完成了一个三级条 这个应该讲 很多企业应该可以从中受到不小的启发 那么说起来呢 这个它最高的时候呢 股价曾经到过319 那么现在呢 也在200块钱左右 整个市值呢 有1800亿 那么这直接把这个李小明家族啊 这个推向了这个云南首富的位置 我们知道两年前 他们的这个财富呢 也就是160多亿 那么之后就到了670亿 在福祉中国内地富豪榜上呢 居然排到了前50 当然这个李小明这个家族啊 在这个恩节股份里面呢 这个赞的股比太高了 六个股东啊 都是他的兄弟姐妹 孩子一股多大 这个特征是非常非常明显 而且关键是 绝大多数都已经加入了美国籍 就一个弟弟 虽然没有入美国籍 但是呢 也是这个绿卡 这个所以 基本上这又是一个美国人的公司 在过去的一年中间呢 他们家族套现了20亿左右 这个逢高减大 也无可厚非 但是呢 这个之后 还能不能继续套现 会成为一个疑问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铝电池这个行业呢 真的是技术更新款待太快 如果一旦没有跟上 那很有可能就会被out 那么恩节股份 现在实际上 也是在技术层面上 面临着这个重大的挑战 那这个重大的挑战 就是这个重大的挑战